再看白雪公主出现在新北市府广场哦 带您知己 穿上橘色格纹西装 童话故事里的反派大野狼帅气亮相 还有15公尺高的巨型白雪公主 留着一头披肩黑长发 助力在新北市府前广场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周六登场 先派出卡通人物大头阵 吸引小朋友围观 那大野狼在哪里 大野狼在哪里 今年儿一节最特别的 除了全台最大的白雪公主 光充气就要两个小时 还有在城堡上等待王子的长发公主 小朋友甚至可以走进三只小猪的家 主办单位把故事角色放大 要让家长能带着孩子一块儿童了 我们新北市儿童艺术节 今年的主题是童话城堡 那我们可以在我们视频广场这边 看到我们很多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童话装置 儿一节今年迈入第五年 不止童话人偶现身 还有俏女郎打扮成白雪公主 坐上南瓜车 童话故事结合在一起 颠覆外界想象 民众在炎炎暑假 也多了一个亲子同游 好去处 三内新闻干寒人 新北市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